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 我们谈到新经济时代下的产业的趋势与适应 也就是所谓的适应指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新经济时代下的产业趋势 我想这也是同学非常关心的 那么我们谈到了知识创新所形成的思考能力 那么思考能力再加上怎么样 再加上执行力 那么就可以产生了 你就可以获得了掌握未来产业发展的契机 就一个产业是如此 就一个个人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提到了大情研一的一些观点 给大家做一下思考 也就是说知识跟你的这个前瞻的能力 那么以及思考的能力 那么有几个重点 我觉得大情研一的观点 事实上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做思考的 对理可能会有用的 首先第一个 你要能够怀疑成见 那么当我们人类社会不断地在变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原来的历史我们未来学讲的历史的经验在未来的社会是越来越 没有它的效用 了解吗 它可以告诉我们从哪里来 但它在解决现在以及未来的问题上面是越来越困难 对不对 我们无论是从政治活动上面也好 那么从教室经营也好 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企业的经营上面领导的过程也好 管理的过程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断的一个不断的转变 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扁平化的一个企业组织 越来越扁平化的企业组织告诉我们的一点 就是说那么金字塔形的企业的组织管理对我们来讲 那么是越来越不适应 为什么因为当社会变化越快 我们越多的阶层只是阻碍了我们创新的实践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于既有的事物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怀疑的态度 我们并不是去推翻它 而是去发现它可能有一些 在今天以及未来的环境里面并不是适合的 我们可以去做各种不同的调整 我们可以想出不同的方法的去进行进去 第二个 那么在面对今天以及未来的环境里面 我们从网路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件事情跟网路会产生密切的关系 就好像同学你拿的手机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企业 他们在传送资讯的时候也是使用Email的方式 对不对 再往前一点是使用Fox的方式 就是用传证的方式 一张一张的传嘛 对不对 现在不是你再大的档案 透过Email的方式 网继网路的方式 你就很快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传递了 就好像你在传递图片一样 同学常常到哪一个地方 那么去旅游 像过了这几天 你们到哪一个地方去旅游 常常到哪一个地方 就怎么样 就来一个打卡 然后拍到什么照片 就上传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个速度是非常快 而且都全部跟网继网路会有密切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就好像我们的课程 那么你们的作业 是吧 你们的报告 那么也都是什么 还有我给各位的这个评论的意见 乃至于给个分数 你会发现我们都是把它摆到了我们的Model平台 这也是网继网路嘛 对不对 是吧 所以同学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的讨论区 你也可以 那么写出来 我马上可以看得到 不需要等到下个礼拜 我们见面的时候再来告诉我 是不是 所以网继网路变成了是什么 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重要不可破缺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么不仅是个人 不仅是教育产业 宗教产业 叫那么一例事业 来自于呢 那么公部门的机构 你会发觉也都是使用什么 也都是使用没有的方式在传送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思考我们必须要从网继网路开始 我们不能把它丢掉 第三个你一定要追求独一无二 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产品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能力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样子才能够怎么样 你才能够 那么这个 才能够引领其间 你才能够创造你的怎么样呢 创造你的市场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在讲 讲说我们要脱离均衡 不要怎么样 我不要追求均衡 我们常常是追求均衡 什么叫追求均衡 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追求均衡 大家都在干嘛 我就跟着干嘛 那个就是追求均衡 跟大家一样 跟大家一样 人家就不会注意到你 对不对 你的能力也没有特别突出 你会发觉别人有 你有的别人也有 对不对 脱离均衡就是我有的别人没有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怎么样 跳脱出来 跳脱出来 开创的那一个天地 那一个市场 全部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对不对 属于你个人的 是不是 属于你这家企业的市场 是全部都为你所有嘛 对不对 别人再来追逐你 不是你去追逐别人 了解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思考 追求独一无二 再过来我们从历史 历史中可以继续教训 我们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常常 同学会讲说 我去追看别人的成功 对看别人的成功 它也有激励的作用 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看失败的案例 成功的案例 基本上它可以激励你 但是它不代表的 它可以告诉你 以后会怎么样的成功 为什么 因为环境改变了 比如说 今天你如果说是 那么呢 以王永庆的成功 来学习它 那学习它的精神 那么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你如果要学习它的步骤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整个环境条件不一样 是不是 那么不一样的结果 你寻找它的步骤 会成功吗 恐怕就有上雀铃余地 对不对 OK 然后呢 你如果去找到一些失败的个案 在失败的个案里面 你去发现它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各位同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研究它失败的原因 不要再重蹈覆车 不要再走相同的一次的一个错误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各位同学 那么你会发觉 你的成功的几率 就会相对的增加 那么再过来 站在对方的理想中去思考 我们各位同学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怎么样 当我们怎么样呢 那么在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推展一项商品的时候 重点是在哪一个地方 重点是你需要什么 不是我要给你什么 懂得我的意思吗 了解吗 所以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 他要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 那么消费市场到底需要什么 是不是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 对不对 对他们需要的产品 这才是一个什么 这才是可以达到我们怎么样 我们行销的目的嘛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当你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也要站在对方立场上下 你才能够取得跟对方的合作啊 对不对 OK 好 我们各位呢 这个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对不对 好 我们各位同学呢 再过来 你要学会讨论 那么呢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常常 好 发觉同学就是说 老师 我能够不能够 好 那么怎么样呢 好 我能够 我能够不能够 好 那么 呃 自己写一份报告 好 可是我还是坚持要分出报告 分出报告的重点是在怎么样 我要同学去学习团队的合作 要学习怎么样 要学习如何去跟人家讨论 了解吗 好 那我发觉呢 好 那么有一些组别的同学 在写其中报告的时候 好 那么在我们平台上面 我可以看得到 好 常常会丢出不同的观点 然后收起不同的资料 其中点 大家做分享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讨论 我觉得这个很好 了解吗 这不断地在培养你具备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 好 那么是什么 是你未来在企业的时候 你如何跟团队怎么样 好 团队取得合作 了解吗 好 所以呢 好 好 如何 好 经过讨论 而形成了一个团队 好 这个怎么样 的成功 好 这个是怎么样 在我们前瞻新思考上面 我们需要注意的 好 后面的同学 请不要拿住那个区域开 然后呢 再给他们 赶快传开 好 好 OK 好 我们各位同学呢 好 那么呢 我们紧接着 好 那么在串心思考的六个大前研一的观点之后 好 我们来看一看几个资讯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EDS 好 那么财经研究会 他怎么样呢 他认为21世纪的怎么样呢 好 21世纪的这个热门行业 我们各位同学呢 他点出了这几点 从这几点里面同学 好 去看一看 好 那么 他里面隐含着哪一些讯息 了解吗 好 那么他比如说 好 大型企业的转型 OK 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 就以台湾来讲的话 你大概可以看到 比如说凌云集团啊 新冠集团啊 好 统一集团 台数啊 力霸啊 等等 好 他们这一些 好 这些大型企业 事实上他们不是只有怎么样呢 好 不是只有固守本业 OK 他还随着环境的发展 好 那么他会发展出不同的触角 甚至于呢 去做到怎么样 社会的回馈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呢 好 所以大型企业 他如果不改革 他也可能会崩溃 但是他如果随着环境 好 的这个 转变 他能够怎么样呢 好 他能够去 好 不断的创新的话 那他可能 他获得的机会 好 相对别的企业来讲 会更大 那么PC相关产业 好 那么 一直会是 好 重要的行业 然后呢 另一方面 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好 那么比如说 游戏软体啊 那好 这一些 也是重要的一个行业 知识服务业 无论B2B B2C 好 那么呢 这种电子商 电子商务的东西 那么基本上 还有呢 这个像 这个 重要的 这个 入口网站 那么像这一些呢 就是一个什么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行业 好 就是 知识服务业 另一方面呢 好 那么 通讯怎么样呢 通讯业 那么也就是实体 好 那么 实体网络的建构 包括呢 好 那么 宽敏网路啦 那个架设啦 好 这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仅是手机啊 好 网络网路 还有什么 电视 对不对 好 现在电视 转成了数位化 对不对 OK 好 那么这一些告诉我们 通信产业 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业 好 那么呢 大众传播业 也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电视报纸 杂志出版 不过好 有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呢 好 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好 那么呢 报纸杂志 好 还有一些出版店 如果你把它自己视为 只是一种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呢 好 恐怕你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但是 你如果把自己视为一种什么 视为一种知识的生产跟创新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好 那么可能对你来讲 不会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郑珠 好 过去呢 有一些大的出版社 他认为说 我每一次就是出一些大不同的书 好 那我就是单纯的在出版一些出版品 好 那但是呢 他并没有想到说 当 网细网路发达的结果 当电 当电脑呢 那么 那么他的能力更强的过程 好 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把它把自己转成了一个怎么样 知识生产的行业 而不是单纯的 只是出那些大不同的书 那一些套书 不是单纯的这个样子 OK 好 那如果他吊在他只是出 只是单纯的一个出版书的概念的时候 那么他就很容易怎么样 好 很容易被淘汰 但是 他如果站在知识生产的角度的时候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好 那么 他就怎么样 好 他就可能可以找 开创更多的 更新的市场 另外呢 那么如果就台湾来讲的话 那么外商银行 在台湾的外商外资 那么在台湾的投资 还有呢 供应事业 那么金融服务业 那么 以及呢 国际贸易 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城经济 势必要跟全球连接 对不对 所以呢 国际企业 国贸 国际贸易 那么 以及吸收外资 等等这一些基本上是 没有办法 跳脱出这样的一个 台湾的海岛型的特性的 对不对 OK 好 那么 所以从这一些里面呢 我们各位有没有发觉呢 它基本上都还是 那么怎么样 还到在哪里 还到在资讯产业上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呢 请同学呢 那么可以做一下思考 你现在学的东西 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知识 是不是资讯产业的东西 你的技能 是不是会在资讯产业里面发挥呢 对不对 OK 好 另外呢 美国时代杂志 预测21年的 21世纪的 那么热门产业 有几个 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个 就是怎么样呢 细胞组织工程师 比如说 人造皮啦 人工软骨啦 肝脏 胰胀 这些西关 好 那么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西关 事实上逐步的 都有一些已经实现的 可以生产 对不对 有一些呢 正在研发中 很快就可以生产了 好 那么 所以细胞组织工程师 以后呢 是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行业 第二个呢 基因城市工程师 那么 这些区域的这种缺陷啊 好 那运用基因疗法 可以改善 生理机能 跟预防疾病啊 我们各位同学 好 那么 你会发现 这大概是属于 生化 生物科学 好 生物技术 好 医学的领域的东西 好 那么呢 好 另外还有呢 就是科技农业 对不对 好 你是不是 好 所有的农产品 可以把它变成 好 含有呢 疗效的这种 蛋白质呢 好 那么呢 基因食物的监测员 好 我们同学呢 好 那么 你能够能够把食物呢 变成可能一颗药款 来代替一天的饮食啊 好 那么 这一些东西啊 我们各位同学 好 我们呢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所谓的基因食品 对不对 但并不发展的 并不是非常理想 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 是吧 好 那么 好 那么 如果发展出来了 如果能够 能够补及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改变了这个社会 我们从社会未来的角度来讲 留给大家做思考 我们可能 好 创造了某一个商机 可是相对的 会不会带来某一种伤害 了解吗 我们这些 我们未来学科里面 一直都强调一点是什么 paradox 吊诡 对不对 当我们有一个正向 常常会出现一个负向 大家如果看到呢 这个 细胞组织啊 基因城市啊 科技农民啊 基因食品啊 基因食物啊 这一些 如果它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会发觉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人会长生不老 是不是 人长生不老的结果 会不会带来呢 很多的其他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 人理的问题 退休的问题 生前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对不对 这些都会发生嘛 但是如果从科技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么 这一个部分的 这个 这个科技产业 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行业 还有 我们同学也会发觉 那你在写其中报告 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 你面对的怎么样 很复杂的 很多的这个资讯 我不知道如何去抽取吧 对不对 那你只是写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学习报告而已啊 好 可是当有那么一天 你踏进了职场 我们各位同学 好 那你可能 你拿到了一个project OK 好 那你如何 那么去执行这个project 好 你在收集所有的资讯里面 因为发觉太多了 了解吗 你不知道哪一个资讯是对的 哪一个资讯是不对的 哪一个资讯是有用 哪一个资讯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哪一些资讯是有关联的 可以形成脉络的 可以形成逻辑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能够办理一个资讯研究人员的角色的话 那么从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里面 那么你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怎么样 形成有用的知识 好 比如说人类行为模式的数据 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发展出来 好 这样一个模式的话 你会发觉对于呢 好 行销人员 好 行为科学家 他们都会有帮助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何在一个好 资讯患难的时代里面 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里面 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 好 能够好 去整理出一些资讯 抽取出一些资讯 然后形成怎么样 好 形成有用的资讯 那透过把这个有用的资讯 好 可以怎么样呢 提供给需要的人 你会发觉这是一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行业 好 再过来呢 好 那另外一个 好 比如时代杂志 美国时代杂志 好 它也提供了另外的一些重要的 这个热门行业 比如说 好 那么热线的咨询维修员 OK 你会发觉你常常在家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嘛 包括电脑在内啊 等等这一些 好 那么 如果你出了问题 你会发觉 你一定是怎么样 很 很 很牢火 很困扰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呢 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各位同学 好 我们各位同学 好 那么怎么样呢 好 你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在电话里面告诉你 你怎么办 你会发觉 好 你会不会感激他 会不会非常感谢嘛 对不对 他告诉你 你稍微大概是怎么弄一下 事情就可以解决 你可以自己排除 真的是完全不能排除 我 我再来 再来为你服务 对不对 好 这种热线的咨询维修员 好 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个未来重要的行业 还有虚理实境的演员 好 那么同学 如果在前面看到的这个什么 城市的未来 未来的城市里面 好 我们不是有一个短片吗 好 有一个艺术家叫Artist 好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机器人 对不对 OK 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怎么样 虚理实境 那么 可以提供了一种感受的行业 了解吗 好 可以让 可以在里面呢 好 可以 像是跟真的人一样 一种互动 了解吗 好 那么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获得的怎么样 可以获得的 可能是思觉的 听觉的 触觉的 好 那么这种怎么样 好 这种好的感受 好 那么虚理实境的演员 在过来呢 载播人员 你需要什么 他可以怎么样呢 好 他可以跟你对谈 好 然后呢 为你去做行销 这种载播人员 好 也是 好 那么 科资化缓 时代下方 好 这个行业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各位了解 不是说我只是单纯的跟你谈 好 那么 好 同时 我必须要 后面要有很强烈的什么 好 非常强大的知识 知识背景 对不对 我才能够知道 你需要什么 我才能够提供给你建议 或者是了解 你所需要的东西 对不对 OK 好 另外呢 好 那么 那么杜林机器人的测试员 好 也就是说 好 当初 未来我们可以发展出 好 那么一些机器人 他可以了解你的想法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好 像这样的一种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 可以理解你想法 理解你感情的 好 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好 如果出现的话 你会发现 也会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 好 那么再过来 知识工程师 工程师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 你脑袋里面的东西 好 那么总换成软体 好 然后输进电脑 好 那么我们各位可以看到呢 以后可以怎么样 企业可以解什么 很多的人力 对不对 好 很多的工作 好 那么呢 好 也就可以由电脑来操作 好 当然 我再次跟各位提到一点 好 当这些如果实现的话 我们生活的环境 将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 对不对 OK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环境呢 好 那么可能我们会拥有 更好的 科技的物质享受 对不对 好 更高的物质的 文明的品质 对不对 可是相对的 好 我们会不会引来了 道德的问题啦 还有其他社会制度的问题啦 世界的问题啦 好 这我们在了解这个怎么样呢 好 任法行业的同时 好 做一下立项思考 你会发觉 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不是又提供的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信息呢 我们不是只照着他们所提供的这种行业而已 了解吗 OK 好 后面的同学 赶快一传 不要拿在手上 我希望去旁边签完所有的东单 好 那么我们各位同学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 那么另外呢 也有提到超限未来的 好 这是由未来学院 一个创办人 Dr. Kenton 他所提供的 这个超限未来十大趋势 好 那么有几个 第一个能源 我们一直 我们前面也谈过了能源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未来能源是一个很重要的 好 再过来 创新新器 好 创新新器 这个我们可以 好 特别注意一下 好 比如说有哪些创新新器呢 好 在 这个 这个创程呢 他所提到的里面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比如说药物啊 能源啊 制造啊 好 通讯啊 交通啊 安全啊 娱乐啊 好 教育学习啊 好 那么知识工程啊 好 那么怎么样呢 好 聪明材料啊 好 好 这一些都是属于怎么样 创新科技的换围 尤其 好 那知识在哪里 奈米科技 生物科技 资讯科技 跟神经医学科技 好 那么四大科技的怎么样 共整合的结果 同学 好 当我们分开看的时候 好 不觉得它如何 但是当 好 我们把这四个东西 好 摆在一起了 四个科技 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它事实上会颠覆了 我们人的生活 对不对 好 那么 比如说 好 它可能可以 好 刚才提到的 人可能会怎么样 产生不老 对不对 人 我们甚至于呢 透过这种过程 可以制造了怎么样 好 更激烈的怎么样 恐怖活动 跟国有国之间的战争 对不对 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虽然看起来 刚才看起来这几项 事实上不会有负面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好 那么有可能也会产生了 好 让我们感到怎么样 好 有新的地方 好 我们各位同学呢 再过来 比如说超线科学 气候变迁的控制 好 那么还有呢 长寿医学 好 那么也就是说怎么样 人的这个如何去抗老 好 那么这个怎么样 以及呢 增加这个健康的 增建的这个 呃 的食品 或者是产品 好 那么这一些呢 对社会政治 财政 法律 环境 都会造成的冲击 所以 当人如果长寿不老的时候 会是如何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疫情 今天以及 未来的环境 两面 OK 好 另外呢 未来人力资源 未来人力资源 那么怎样透过了 药物手术啊 科技的装置啊等等 来提升工作的能力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好 你们会发觉 有的时候 政府国家的暴力也好 恐怖分子也好 那么 甚至于催放 实施会威胁到 我们的怎么样 个人的人身安全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能够 有怎么样的一个安全 防护的科技 或者是技术 好 那么或者是方法 好 那么让我们能够 获得安全保障 我们不会只是靠保全 懂我意思吗 我们有没有怎么样的一种 技术 或者是一种设备 可以提供给我们安全保障呢 这是一个未来重要的行业 OK 还有呢 再过来呢 个体的未来 我们同学 在我们的课子里面 这一学期 我们一再跟大家提到 21世纪 个人的隐私是完全被破坏的 对不对 个人几乎是没有隐私的 因为你们只要 你们只要上网购物 你甚至于买一个高铁的车票 我们都不能不怀疑 好 他告诉你 好 那么这是网络 这个网络购物 好 对各自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各位同学 你相信吗 OK 你会发觉怎么 我莫名其妙会接到 一些有的没有的电话呢 会接到退销的电话呢 甚至于呢 会有诈骗的电话呢 OK 同学 你会发觉 好 那你会发觉呢 好 你个人的隐私 基本上 好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你在打电话 你知道旁边有人在侧路吗 有人在帮你摄影吗 OK 好 这一些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 未来感受到威胁的部分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生理的 后面的 是可能是你身旺的 比较无形的 好 甚至于呢 好 那么你的形象上的 好 还有属于你私密的部分 对不对 OK 好 那么未来呢 好 那么我们相信呢 美国虽然持续是一个世界很重要的经济体 但是中国的崛起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且中国的崛起 产生了怎么样 持续效应 OK 这一种呢 那么造成了怎么样呢 它的力量的庞大 所以呢 那么未来 那么美中关系 那么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区事 好 我们各位同学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有一些提供的讯息 好 给我们所了解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怎么样呢 未来的重要的行业到底有哪一些 好 比如说知识 知识顾问业 这是源自于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什么 好 资讯 刚才前面所提到的资讯研究人员的部分 OK 好 那么呢 同学再过来呢 奈米 奈米生物企业家 好 当我们呢 我们同学 好 我们在城市未来那个部分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 人 好 需要有lowhouse的一种生活 对不对 好 我们可能每一天都面对着竞争 对不对 面对着速度 好 然后非常的充满 好 压力非常的大 可是我们 好 常常忽略了除了物质以外的生活 对不对 好 我们各位同学 好 所以好 将会有 以后将会有更多的人 好 会越来越注意到人本价值的这一块 这一块的市场 了解吗 好 比如说 好 我们可以看到的 好 一些艺术作品啊 戏剧的作品啊 好 这一些展业 了解吗 好 所以呢 好 你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好 那么你愿意去欣赏一个 欣赏一篇的小品文 读了一部的小说 对不对 好 听一个 你喜欢听的音乐 你可能到这个国家音乐厅 好 可能到国家区域 或者是参加某一种展业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这一些 透过这种方式呢 好 来平衡一下你的生活 找回你人存在的存在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呢 好 私人呢 好 那么作家呢 艺术家呢 基本上 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好 那么呢 物流供应设计师 好 这是不够果断的 好 如何去做到全球的物流 好 那么这个 这个物流网 好 这变成是一个 未来会越来越重视 好 还有好 全球的劣财 劣人财专家 好 好 如果去帮好企业去找到怎么样 找到他所需要的人 我们各位同学 虽然看起来我们有很高的事 也不低的事业力量不是很高 好 但是我们同学 你如果去看好 好 我们每一个企业里面 好 我们所需要的那一些尖端的人才 事实上那是不足的 那是出现的是一种人才化 是怎么样 好 这个怎么样 各个企业家他们都是什么 好 那么 渴望的能够找到他们 好 那么 可以怎么样 可以来协助他们的那一些 好 那么 具有 那么高度贡献力 卓越贡献力的那些人才 他们可以支付很高的待遇 可是他们找不到 如果我们能够去帮他找到 OK 这就是一种 好 全球练人才专家 好 他的所要的任务 如果能够找到 你会发觉 好 那么 那么企业他的这个产能 也就会相对提高吗 我们提到的 前面提到的 在边界的环境里面 地上坡的社会 社会权力控制在谁手上 不是资本家 而是在什么 知识基因 了解吗 OK好 所以 人才才是21世纪 好 那么 掌握有怎么样 社会 好 那么 社会权力的人 OK 那么呢 你是不是 被毕业的 那个人才呢 OK 同学 自己思考一下 还是 好 那么你是在运营众生里面的 一个人才呢 好 这是值得深度思考的 那么 这个里面呢 还带的是什么 你的技术能力 对不对 你的创新的能力 对不对 好 OK 好 另外呢 也有预测了21世纪的 台湾的新鲜行业 有哪一些生化医疗 观光休闲餐饮啊 通信资讯啊 还有呢 中国大陆的投资啊 好 那么航空运输环保 公共建设啊 好 那么电子商务啊 还有SOHO 好 Self Office Home Office 好 那么 那么我SOHO 我是不是做一个很小的 一些工作而已 不对的 好 未来的SOHO 可能会跟大企业 形成的策略联盟 了解吗 如果你有足够的技术能力 你有独特的技术能力的话 好 你可以形成策略联盟 形成策略联盟 你可以从不同的企业里面 获得怎么样 好 获得非常高度的利润 懂了吧 好 所以大家不要把SOHO族 好 把它看得怎么样 好 看得太小 OK 它本身扮演的功能 是掌握最新的技术 而可以做出最先进的贡献 OK 如果你是那种收获主的话 OK 好 那么呢 我们各位呢 另外呢 虽然这个资料不是很新的 2010年远见7月号 它所提供的 那么 那么 未来的十大生活产业 一个就是什么 天机产业 旧来训练啊 旧来达人啊 还有绿色产业啊 像怎么样呢 像这个环保节能规划师啊 几乎每一个大概都需要 像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也是需要这种节能 这个怎么样 这个环保节能的规划师 了解吗 这个部分也是视为我们学校怎么样 在发展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OK 好 另外呢 像休闲产业 软性管理人才呢 越来越重要 比如说 亚健康 好 我们各位同学呢 好 那么 那么 好 我们有一次的专题演讲 同学 回忆一下 中间有提到的 好 心理 不是有问题 是心理健康不健康的问题 有没有 你知道 在这里面 有提到了 他有提到了 亚健康 这个观念 他稍微提了一下 好 那么亚健康呢 基本上 你会发现上场表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怎么样呢 这个疲劳啊 失眠啊 胃口擦啊 情绪不稳啊 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是很容易恢复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所以 那么你如果能够怎么样 那么 那么一些人做一些 生活上的安排啊 一些规划管理啊 好 然后让他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你会发觉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好 那么是一个怎么样 是未来追求的一种生活的形态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亚健康的概念啊 那么 那么 为重心的这种 健康管理规划师啊 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啊 OK好 再过来呢 我们同学 好 樱花产业啊 也就是说 老人的社交 你会发觉 好 年长的人常常会讲一句话 叫做怎么样 新的朋友 新的朋友是没有 但是老的朋友 不要接受就好了 了解吗 这就告诉你 他的生活圈是越来越缩小 对不对 你能够不够安排 他能够参与各种不同的活动 了解吗 让他觉得有他存在的价值 他也可以呢 贡献他的一个经验 了解吗 像这样的一种 甚至于呢 除了私心的以外 还有呢 休闲的娱乐的 对不对 这种 这种 老年的这种 社交的 社交的产业 还有怎么样呢 老人的学习 老人要与时俱进啊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他要懂电脑啊 对不对 他也可以上网系网路啊 同学你不觉得吗 也许 那么 你回去跟阿公阿嬷讲 说哎呦 我们现在用LINE 那他可能 他说 我电脑 我不敢碰 那对我来讲 太糟糕了 对我来讲 太生疏的 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你有没有方法 让他去接受呢 你可以透过LINE的方式 你看看我传给你哦 里面呢 还有很多图案啊 很漂亮啊 有动画啊 有歌啊 但是你歌 你不要去找你们年轻人的歌 对不对 你找一些他 他感到非常温馨的那些歌 他说你看看 阿公我传给你呢 你看看 你打开一看 那个音乐多棒啊 他说不定他对着那个手机就开始唱了 对不对 下一次一定会跟你讲 哎 孙长 快传啦 你传得太慢了 我听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你上次传给我 我已经听了好几十次了 对不对 我曾经碰到有一位 好 那么现在已经到八十几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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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人 好 我们不要讲说老太太 这有点 现在老字好像点在有点 有点 有点 雾名画过天边的感觉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有一次呢 他在玩iPad 我去帮他装了很多什么 不是新的歌 都是装了 装了 装了一些 下载了一些什么 曾祖父曾祖母时代的歌 你知道吗 什么港部业语 安品追响曲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每一人就在那边听 尤其他喜欢听那个什么呢 好 那么 听那个日本的那个老歌 你知道吗 好 什么云雀什么的 好 好 然后他就听了 他很高兴 他不知不觉的 他就觉得说 哎呦 我可以玩这个电脑 你知道吗 不仅可以玩这个电脑 而且呢 他还说 哎呦 我跟你要呢 他说那我去传给你啊 好 你那个iPad也可以收啊 好 然后他就很高兴 你知道吗 你会发觉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画面吗 好 一个怎么样 八十几岁的人 然后呢 跟 跟一个你们经常使用的iPad OK 这彼此之间 你会发觉 竟然连接起来了 对不对 而且呢 那一位八十几岁的人 是带着笑容的 对不对 然后他会让快乐的 同学 这不就是一个学习吗 学习并不一定在教室里面上课 对不对 可以有不同的形态 好 我们同学呢 再过来 比如说都会观光产业 同学你们出去最喜欢写 写屏 对不对 我这强调一点 写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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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nyway 你们就很喜欢买东西 对不对 尤其出去当背包客 然后呢 又不是出去一个点就回来了 好 然后呢 又要那个国家 跑到好几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看到东西 你都要 对不对 刷信用法刷到报 对不对 最好跟老爸老爸 还拿个无线卡下去刷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呢 你到最后 你会发现两站下来以后 你就逼不动了 我如果创一个行业 他告诉你 没关系 你就尽管买 好 然后呢 你买了以后呢 你只要打个电话 我们就会帮你去做包装 包装以后帮你 好 帮你的东西马上继回台湾 你只要背个简单的行囊 你就可以到处 到处往 到处去买 好 这就是一种什么样 行动托云 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需要批一个黄线装门装你 好 那么 周游列国的战利品 了解吗 那你会不会很快乐的去玩 会嘛 对不对 每一次常常要回来的时候 觉得里面要塞了很多什么 塞了很多的 行李箱里面塞的都不够了 还要再买一只行李箱 你会发觉 好 那么对你来讲 是一个负担 我解决你这个负担 你会发觉 你喜不喜欢 你会很喜欢 对不对 OK 好 再过来呢 品牌学习 就是创意品牌规划 好 另外呢 比如说流行音乐 那么快乐生活 还有呢 这个感官产业 比如说体验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运动主题餐厅 对不对 可以做这方面的体验 对不对 还有爱的产业 不过这个我不太了解 好 我们各位同学 我们看过了那些以后 总的来讲 同学有没有发现什么特点 第一个 以知识为背景 第二个 同学有没有发现 你一定要有独特的技术能力 而且能够提供高度附加价值 第三个 你必须要强调团队 强调团队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各位同学 好 那么呢 如果你面对未来的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时候 我们各位同学 好 那么提供给各位 好 有这五个怎么样呢 五个方法 好 或许你必须要具备这些方法 或这些能力 了解吗 这样你在面对21世纪的产业的时候 你投赛在职场上 你是比较能够适应 以及开创你的未来的生涯 OK 第一个 创新 创新可以分两种 一种叫做改革时创新 一种叫做什么 革命性的创新 比如说 我们打电话一定是 好 过去打电话一定是在家里面打的有线电话 或者是路边的公共电话 对不对 当变成了走路可以打电话 这个就是一个文艺性 那我电脑去把它升级 互加它的功能 手机互加它的功能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改革性的创新 好 我们同学 有哪几个方法 你当然就是要怀疑既有的神仙 比如说我们各位同学 一字笔 可以做什么 你会告诉我写字 再看你可以想到什么 你可以想到做法瞻 对不对 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那个 夹笔的那个 夹书本的那个 夹笔用的东西 你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当筷子 当然迫不得已 你还可以拿来当武器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你把一样东西再重新把它加以定义 想出它其他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各位同学 你就会发觉呢 好 你可以创造出很多东西出来 第二个 立项思考 当人家这样想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会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 大家一定要讲竞争 我一定要击倒对话 我们为什么不去想 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合作的 某一些空间 或者某一个规划性的市场 这个就是从红海策略到南海策略 对不对 还有再过来 我怎么样把冲突的东西 马上结合起来 比如说 网拍就是一个结合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赚钱一定是白天在赚钱 白天工作赚钱 对不对 我们同学没有想到 那我睡觉的时候 还一点想赚钱怎么办 那我开一个网路平台 好 在那边在那边拍卖 不就是我在睡觉 订单还一直来吗 懂吗 OK 所以同学呢 你会发觉 好 两个冲突的东西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结合起来 你会发觉又是一样新的东西 你会发觉 我们的女性都很喜欢吃天使 如果告诉你 这个甜的东西吃下去 还可以塑身 请问 我们女同学 你们买不买 当然买啊 对不对 是不是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两个冲突的东西 把它结合起来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想到某一种产品 可以这样做 你会发觉机会就来 对不对 第二个 你要能够自我成长 我们各位同学 你今天学的已经 等到大学毕业 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知识 我们各位同学呢 你可以怎么样 找到中间里 任何一个点 那个都是你可以发展的点 然后 你先做怎么样 你先做专才 你必须要能够怎么样呢 好 专注的去 你播种以后 找到一个点 就是播种 然后呢 好专注的披衣汤 让它花芽成长 然后再过来 好 那么 好 你逐渐的再吸收 其他相关的知识 那个就是一个什么 那个就是 好 开始逐渐的茂盛 茂盛了以后 你就会有结果 你会产生新的知识 总会贯通产生新的知识 产生新的知识了以后 你要能够去分享 分享 你才能够得到回馈 了解吗 所以有时候同学 你会发觉 老师要你 要你 要你表示 表示你的看法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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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觉 你就没有办法 去跟人家分享 你不仅要告诉人家 也请人家 给予你批评 了解吗 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更成长 也就是说 你就会有收获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点 同学 你们年轻的时候 刚从现在到未来 刚刚踏进社会 你要做一个专裁 某一个技术能力特别强 再过来 你拓展周边的知识 你就变成了全裁 比如说 理工学院的同学 再拓展一些管理的知识 对不对 再过来呢 你要能够有洞察判断方向的知识 那就变成了什么 全裁 所以由专裁到同裁到全裁 好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你不断的在做自我成长 而且在不同的阶层里面 你具备有各种不同的能力 OK 好 再过来 我们各位 价格跟价值 当你本身的能力 到底你的能力 只是用价格在被衡量呢 还是用价值在被衡量 我如果做一般性的事情 可能我就讨论价格 可是当我的能力足够高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就涉及到价值 老板你拼我 一个人可以做三个人用 因为我的知识 不是我的时间跟体力 而是我的技术能力 可以同时cover到三个工作 你会发现老板要不要你 养 我创造出来的产品 可以解决你 生活上一样东西 就可以解决你三五样的生活的问题 你会发现这样东西 我要不要 养 对不对 这就是价值 OK 好 我们各位同学 在刚才提到 沟通是很重要 讨论是很重要 好 在这个地方 各位介绍一个 7-38-55法车 为什么我上课有时候 会告诉同学 你们的学习的态度的问题 因为发现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陈老师一个学习课上下来了以后 请问我们各位同学 你听进了多少 不要讲那么远 就刚刚这一个小时 请问你听进了多少 我们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是不是只有一点点 其实 好 7-38-55法车 这个就在告诉我们 人在沟通的时候 事实上你讲的内容 他只把 掌握到百分之七而已 其他百分之三十八 是你的声音的一氧顿挫 如果讲话能够平平的 你会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 到最后就睡着了 了解吗 你内容讲什么 根本完全听不到 再过来 你有没有知识 你的语言 那种诚恳度 好 那么这些呢 是占了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我们同学 你要发觉 当在更加沟通的时候 里面 掌握了真正的 讲的内容里面 只掌握了多少 百分之七 其实 百分之九十三 都是来自于 相应跟你的肢体语言 所以我们同学 好 那么呢 当你在沟通的时候 不是说 我就怎么样去讲 包括了 好 那么 声调 跟你的肢体 跟你的态度 这个是变成是非常重要的 好 沟通 我们同学 记得 要能够超越自我的价值而成败 我们各位同学 站在自己的角度 看别人 都是自己最对 你会发觉批评别人最容易 有没有发觉 好 所以呢 你必须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观点 跟自我的价值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可能一个学电脑的人 跟一个不懂电脑的人 讲说 这么简单你也不会 你会发觉 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对你这一个电脑的专家来讲 是非常容易的 对不对 所以站在你的角度非常容易 可是站在怎么样呢 站在一个不懂的人来讲 他就非常难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 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去看问题 这样了解吗 OK 好 所以呢 如果从这张图 你会发觉 我问你说这个画面看到了什么 你也许告诉我 你没有谁 我有什么 一大堆有没有 可是同学 你从来不会去注意到我一个问题 我正在问你说 这个画面你看到了什么 我叫你看这个摆的这个部分 我并没有叫你看那个图 大家看到我这样一讲 你一定会集中在那个图上面 可是我再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是要看这个画面 这就告诉你 我传达的跟你讲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样 是不一样 OK 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这种沟通的困难 两点间最短距离在数学上 是直线 对不对 人与人之间 同学要记得 需要有回合的观念 是曲线的不是直线 OK 好 那么呢 最后一个 要能够跨国经营的能力 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所以我们前面有一个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怎么样 的这个主题 对不对 好 那么所以我们同学 连结的沟通 也就是你必须要怎么样 注意到语言表达的差异 比如说西方人的表达是沉直接的 东方人的表达是比较含蓄的 OK 好 然后呢 行为上的差异 还有观念想法上的差异 你有发觉 在西方社会里面 很多事情都很明确 在东方社会里面 有很多事情是模糊的 我们前面提到了什么 中国十七月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彼此之间取得的双赢 我们并不是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 那一个双赢的默契跟信任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东方的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 而且同样的东方文化 它基本上还是有很多的差异 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的差异 所以你要了解不同族群的差异 好 OK 那么这个样子 那么在跨国经营的过程里面 你才能够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好 我们各位同学 好 那么呢 这个单元 好 就跟各位提到了 好 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好 那么 知识经济的时代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靠脑力 OK 好 那么脑力里面 我们尤其是靠的是创新跟创意 但我们不能忽略掉知情力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透过刚才不同的资讯告诉我们的 我们未来发展的基本上都是资 直接在哪里 资信公业上面 对不对 资信产业上 好 那么这种全球化下的资信产业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 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能够有创新创意的能力 第二个 你要怎么样 自我成长 对不对 第三个 你要创造你的价值 对不对 第四个 你要讲究团队沟通 第五个 你要能够有怎么样 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吧 对不对 好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么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